茶间只谈风月 心中饭有风云 佛会山山伴 开源寺与纸嫩 这崖壁的泉水 滴落了百年又百年 崖石金牌诱护的水面 久不惊心 水光中仰着的波纹 不依不饶 深山古寺 这全与世隔绝 肃木之气 让你对它望而生畏 其实不然 干泉几滴水 能解世人愁 早到明朝 它就是清庆心脾 喜去成心 急而引之的清裂甘露 人们也换它为低露泉 因为在微芽翘削下 泉水自盐壁渗出 低利如盐露 你要称它为视察泉 也不为过 天清日朗 居一壶甘甜泉水 于泉边尽须停 煮茶为吹 听开元寺中 中古诵经之声 何时自扫 风林夜 一世山中 甘露泉 像清朝诗人董云这般 有多少孤独的吟唱 因为这口泉 得以更恒久的传世 也没有任何泉水 比它更适合 秋唐池这个名字 季献林曾描述 民国时期的甘露泉 最难得 最引人注目的是 一红泉水 名之曰秋唐池 洞中水池的东面岸上 长着一片青苔 栽着树株秋海棠 如今 这一片秋海棠 不复存在 但这一旁的古树不朽 供人风中放逐 供人岁月飞纵 岁月更迭 唱歌荡静光阴 千百年纵横 开元寺 今已远去 残元断壁的奠基 雄魂囚禁的历代时刻 隋唐宋元明清 各代名人的提友 提醒着大家 这里曾经绵延的鲜火 燃烧过无数 世人的愿望 五四已去 行人过客 永远都是崭新的 谁来守护和延续 这千百年来的祈祷和期盼 你看 这甘露犬 他不错生 但他披着满山的目光 偏要永远守护这里 你要问他 为何而坚守 是习惯 随风 潜入夜 他不把对世人的爱 升华得惊天动地 他代替着寺庙 继承着世人 千百年来 虔诚的愿景 而你 助力全边 耳听风吟 他也会告诉你 千百年前 在大佛山山伴 人们集水煮茶 有过怎样的异议